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堂课差不多一堂课的时间讲一个一与丰富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上课之前呢我们还是像从前一样 就是我把我最新的这个体会呢告诉大家 这句话我们已经讲过几遍了 我怕不确切 我再把它确切的每一个字在什么地方的处处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要重新强调这句话呢 因为我最近碰见了这个同学啊跟我聊天谈论文的时候 碰见了一些人和事让我对这个话又有新的理解 我就发现啊你们这个大学四年学到很多知识 也听到很多课 但是啊但是同学们我突然发现啊 很多同学这个大学四年啊 什么都没有记住 学的也不扎实 但是相信了一句谎言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句谎言 你们花了四年的时间 把它听到耳朵里装到心里面去了 什么谎言呢 就是说你们从前那些想法不行的 是行不通的 在这个社会上是行不通的 你们起初的那些想法 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句谎言 但是你们花了四年的心血相信了这个 这不是我的编造 我前两天跟同学谈论文的时候 同学刚有一点想法 哎我说这个好这个好 他说这怎么可以呢 我们这样想到社会上要碰壁的呀 我谁告诉你的呀 学校就是受的教育 让我们相信我们从前的梦想是错的 要改 我们一点想法是幼稚的 不行的 到社会上要吃亏的 这是一句谎言 但是我们花四年相信了这 所以呢 我觉得回答这句话 我要讲 可能你们不相信 你们觉得哎呀 你是一个特殊的人啊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很平常的一个人 但是 我用我的体会 生活的体会 学习的体会 告诉大家 如果你们还不相信的话 你们就看一看 马太福音第七章 第七章的第七节 就这句话 也就是说 行不行 看你求不求 看你找不找 看你敲不敲门 你求了 你寻找了 你敲门了 没有什么不行 所以我上次感触很深 我谈论文 谈得很费力 我后来最后同学告诉我说 哎呀我们这样想不行的呀 我发现这不是一个个别现象 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个课的开头来说 就是说 我们在大学里面啊 学的东西啊 我们把它转化成一句什么话 无非就是成 不成 我们最后得出结论是不成 还不如得出一个结论 成 我是这么想 那么在 我们讲到这个 一 重为清根的时候啊 我们举了好多例子 有一点不要忘了 我们上堂课强调的是重 就是说 一个 再好的文学形式 艺术形式 它需要有一个分量 需要有一个 有分量的主题 作为根基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才可以施展各种文学技巧 艺术的技巧 我们举了周别林的例子 举了马克图恩的例子 举了 还有一些别的例子 我今天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 我 以前啊 看到的一部电影 一个老电影 我在这里跟大家推荐 叫做 列宁在1918 列宁在1918当中啊 有一个角色 有一个英雄 在我们一群孩子当中 因为我们当时童年的时候啊 每个人的世界都很小 缩小也大 他一个院子 好像整个宇宙一样 也就这么十几个孩子 在我们这十几个孩子当中 最佩服的一个英雄 就是列宁的卫队长 列宁的卫队长 这个人啊 走路摇摇晃晃的 梳着小分头 按我们当时的话讲 有点不正经 然后呢 他在工人当中宣传革命道理 他是保护列宁的 宣传革命道理 他每次讲革命道理的时候 说同志们 安静安静 然后拿出个小梳子来 一吹 这样收拾脑袋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小的时候 我们一大群孩子 每次要讲话的时候 说同志们 安静安静 我们也这样收拾头 这种小动作 这个眼神 我们从文学上来讲 他塑造得非常的成功 然后他跟那些 这些反面人 跟资产阶级啊 跟这些敌人斗争的时候 讲的都是工人的话 这些 这个临时政府的人 要来搅工人的枪的时候 结果工人都拿着自己的枪 把他们围住了 然后他拍拍那个人肩膀 说我们这儿的人 有点火气大 有点火气大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在怎么样呢 最关键的时候 当他发现 这个得到情报 有人要刺杀列宁的时候 他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宴会上 他觉得这个情报 一分一秒也不能耽搁 他就从这个楼上 从一个二楼上 冲出这个玻璃窗 就跳下去了 从很高的地方跳下去了 跳下去的时候 他高喊一声 瓦西里 就跳下去了 所以我们小时候 从很高的地方 不敢跳 我们喊 瓦西里 就跳下去了 瓦西里 这样 瓦西里是列宁的贴身警卫员 然后他跳下去以后 就见到了瓦西里 瓦西里 他就告诉瓦西里 什么人什么人 是叛徒 他们要刺杀列宁 瓦西里就得到了这个情报 但瓦西里来不及去管他了 因为他要去救列宁 就把他交给了另外一个人 结果那个人是个叛徒 那个人是个叛徒 拿出手枪 把他杀害了 因为当时我们就特别心痛 所以我后来就在讲 这个重和轻 就是在文学上 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就是相反的两个方面 是相辅相成的 比如说重和轻 比如说纯洁和堕落 各方面 比如说这个人的勇敢 这种粗犷和细腻 很多东西它正好是并存的 它不是矛盾的 正因为这个卫队长 平常有点不正经 所以关键时刻 他最讲原则 他可以去牺牲 所以这个印象给我们很深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反面教员 什么叫反面教员 我们文革的时候的电影 我们现在重新拿来看 包括样板戏 我们依然可以想到那个时代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用重来说重 是我们从前的错误 就我们什么事情都太沉重了 我们以前讲 这个人是马列主义老太太 她上来就给你上政治课 你怎么这样这样 我们看到她烦死了 本来信马列的也不信了 为什么 就是以重来说重就错 而现在呢 以轻来说轻也不对 就搞笑 就是小沈阳 是吧 就是轻到最后就变成羽毛 大家就 干脆就到那个什么 到那个什么 洗浴中心里面 哎呀 那些吃吃喝喝 那些堕落的人 裹着一个浴巾 然后大家讲一些黄段子 糟糕了 我有一次不小心碰到了 我受不了 我在任何场合受不了 我赶紧就走了 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这个 不是说我有多么的高雅 我就受不了那些东西 我就觉得 本来娱乐很好 我也很喜欢小沈阳 很喜欢赵本山 但是这个 就是这个 趋势这么掉下来了 就是以轻来说轻 大家理解吗 就不好了 从前以重来说重 就不对了 所以在我们心目当中 一个一个的英雄都垮掉了 就我们 我惊讶地发现 我们从小 心目当中 我们是一个生活在一个 英雄主义的年代 所有塑造起来的英雄 在我们孩童心目当中 全倒了 雷锋 王杰 黄继光 董承睿 一系列的英雄人物 高大权 金光大道当中的高大权 全部就崩溃了 都是什么 道德楷模 教育录这些人 道德楷模 他是不真实的 他这个人 不能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怎么说 变成了一个偶像 变成了一个雕塑 不真实的 单面的 僵硬的 反而是谁留下来了 卫队长留下来了 保尔科扎金留下来 保尔科扎金为什么留下来 后来我们才发现 原来保尔科扎金留下来 不是因为他有共产主义的理想 去奋斗去牺牲 这样的人很多 为什么留不下来 因为他身上还留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情绪 他跟东尼亚的青春时期的这张爱情特别美好 我自己看书的时候 我现在也不怕把自己最隐秘的东西告诉大家 我看钢铁是怎样练成我从小就看 总是看他们少年恋爱的那一段 哎呀他跟东尼亚怎么认识啊 怎么样跑啊 林武关的女儿啊 他怎么看见他们一起去钓鱼 看见一个叫威克多的那个 那个恶少来欺负东尼亚 保尔怎么样蹲着 跟那个他的那个老师学的拳 一拳把他打倒 打翻在那个水潭里面 我看了五十遍不止 哎呀我一直看那一段 后面我就看得很快了 哎后面反正就共产主义理想了 我后来发现啊 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这样 但是承认 我敢承认 很多人不敢承认 为什么我敢承认呢 因为我发现 这不是我个人的审美欣赏 这是一个艺术的规律 也就是说 以这个小资情调 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 同志们安静安静 扯扯扯头 和那个瓦西里跳下来 为了列宁去牺牲 这恰恰是并存的 我们在心目当中 没有刻意的选择英雄 而我非要信苏联的英雄 我不相信中国的英雄 我绝不是这样的人 中国要有个好英雄 我爸爸的崇拜他一辈子 可是这些英雄 一下就崩溃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雷锋不真实 这个不是说雷锋这个人不真实 可能雷锋这个人 比我们塑造出这个英雄 还要可爱 我们塑造出了一个单面的 一个概念化的雷锋 所以我们现在谁在说 学雷锋 大家好好好学雷锋 雷锋是个概念 他不是个真人 不是雷锋的错 是塑造雷锋的人犯了错 因为我们要把它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 在文学上就要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 而这个真实的人 他的内心越有差距 越有矛盾 就越丰富 就好像一个时光 时光 要有白天和黑夜 才叫时光 一个光有黑夜 光有白天 就单掉了 是吧 我的名句 我在我 这个 不久前出的书当中 讲到这个时间 我写汉语 就有感觉 大家看 这儿有个日 这儿有个日 两个 两个日 我中间有一句 我就说 时间含着两个太阳 一个冉冉升起 一个沉落东方 时间不是含着两个太阳 就是一个升起 一个冉冉 就是说过去的事情过去了 有一些事情正在来 就好像我一个朋友 他也做一个文字游戏 他说 他在一个歌词当中写 我爱你的每一天都是两天 一天是时间 一天是空间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表达方式 那么就是说 无论怎么样 我们要让一个单调的东西 变丰富 你看这个圣经 他设计得很好 这儿是黑的 这儿就是红的 红与黑 他有一个对照 他不能说 这儿黑的 这儿也黑的 都是白的 或者都是黑的 都不好 他有一个对照 我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也是我最新的一个发现 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 卫队长这个例子 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 凡是那些 所谓的不正经的 最后正经了 所谓的 越是有这种软弱的一面的人 他才坚强 我记得那个拳王泰森 我原来很喜欢看他打拳 后来咬那个霍利菲尔德的耳朵 那个人 拳王泰森 他说过一句话 人家问他 你上拳台 你怕不怕 他说 当然怕 他说 不怕是假的 但是呢 我能够战胜这种恐惧 所以如果有个人 他根本就不怕 这个人是木头 他也不存在勇敢 勇敢的人不是不怕 而是他能够战胜恐惧 理解吗 不是意识不到危险 他能够战胜这种危险 所以我们在塑造人物的时候 包括了解自身的时候 我们有一面 比如说托尔斯泰 他写复活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 那个刘道夫 也可能就是他自己 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有很卑劣的一面 和一个女仆 有一夜风流 最后把人家抛弃 但是呢 正因为他发现了 自己很卑劣的一面 他就要寻求 特别高尚的一面 所以有人讲 托尔斯泰是个道德楷模 什么说教太多 错了 他们不理解 复活的开篇 复活的整个主线 就是因为 他发现自己有卑劣的一面 他才复活的 不是说 我上来就是道德楷模 错了 他就发现 这个女后刘道夫 原来就是和卡丘尚 一夜风流之后 把人家抛弃了 结果人家怀孕了 没办法 最后又堕落了 他觉得这是他犯的罪 所以他上来 意识到人 有软弱的 有卑劣的一面 圣经当中 也是意识到这一面 就像圣经当中有一个片段 就是讲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 大家如果去巴黎圣母院 我们会看到有个神圣的雕像 有很多神圣雕像 其中有一尊是圣彼得的雕像 可是圣彼得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 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以前 他说彼得 你在天亮之前 必然三次不认主 彼得说 不会啊 主啊 我肯定会认你的 结果耶稣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 那手兵就问他 你认识这个人吗 彼得说 我不认识他 怕了呀 又问他 你再看看 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这什么行为啊 叛徒行为啊 要在我们 这个过去的这个革命原则上 这种人就是叛徒啊 好 天快亮的时候 又问他 你到底不认识这个人 彼得说 我不认识他 最后 天亮了 鸡叫了 彼得痛哭流涕 哎呀 说主啊 让你说准了 三次不认识 下面就是圣经当中有句话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所以说人呢 都有软弱的一面 软弱的一面 不要紧 正因为有软弱的一面 我们意识到他 我们要战胜他 而不是说 我这个人生来就坚强 那是个假人 那是个木头人 理解吗 所以这一次 我看到一个 日瓦哥医生 我给你们隆重推荐 这是1958年的 诺贝尔奖获得 日瓦哥 医生 这个日瓦哥医生 这个瓦不是这么写的 怎么写 就是这样写的 我越写越不像 日瓦哥医生 他有两个版本 电影版本 一个是1965年 我从前看过的一个版本 非常喜欢 美国人拍的 苏联人演的 现在英国人又拍了一个版本 四个小时的一个版本 我有一个朋友 他下载到了 让我去看 哎呀 我说日瓦哥医生 我要看 我看看现在人怎么理解 应该是越拍越好 结果我一看 不如以前拍的好 为什么不如以前拍的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为什么不如以前拍的好呢 我认为他没有理解一个艺术规则 就是说 这个人性啊 不是单面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们看过日瓦哥医生吗 非常棒 我给你们隆重推荐这个作品 我们没有时间 讲他的情节内容啊 你们要去找来看 无论是电影啊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书啊 最好是看书啊 1958年的诺贝尔奖获得罪 日瓦哥医生的作者 叫帕斯杰尔纳克 我跟你们讲一个 他的小故事 当年他1958年 获诺贝尔奖的时候 因为当时正在冷战嘛 这个两个阵营斗争很激烈 赫鲁晓夫当阵了 诺贝尔奖颁给他 因为他在一些作品当中 客观地面对了十月革命 包括斯大林的暴政时期 知识分子的一些心态 所以呢 赫鲁晓夫当阵 虽然也有一些解冻 但是呢 政治形势还是很严峻 当时苏联就组织了很多作家 批判他 说他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作家 然后就说 你要是取领诺贝尔奖 可以 那你就别回来了 我们苏联不要你这样的人 就驱逐出境 你就别回来了 帕斯杰尔纳克说 那我就不要这个诺贝尔奖了 所以帕斯杰尔纳克拒绝了诺贝尔奖 不是拒绝了 就是说为了不要离开他的祖国 他就没去 他就说 我不要了 这个奖 但是呢 他就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 他说俄罗斯是我生长的土地 苏联 要我在这里工作 在这里生活 要我离开这里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想象的 那我这个奖就不要了 这个人就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他有一个普通人的情感 一份情怀 因为我们中国人 现在的知识分子 我认为缺的不是这个内容 是这份情怀 就是中国古人一直提倡的 我们中国人最有这种传统 现在丢尽了 就是稍微有一点气息 不要为五斗米折腰 就是这个 不要说是诺贝尔讲的 这个很多 稍微一点迎头小利 趋之若无 这样的人太多了